大家好,我是Coby 我剛剛看完《Dr. Strange 2》散場出來 作為今年第一套Marvel電影 我對他的期待真的很高 我覺得這套電影每一秒都是高潮位 每一個場景都比上一個場景更令人震驚 看得出Marvel影業勇於挑戰他們想像極限 每一次比一次做出更多的突破 這套電影裡面完全呈現導演Sam Raimi的電影風格 我很喜歡裡面一些非常特別的鏡頭切換和剪輯 所營造出來的恐怖時刻 視覺效果真的十分豐富 它不算是一套覆仇者聯盟等級的電影 我覺得是關於主角之間的故事 緊湊得來節奏控制得十分良好 這套電影的片長是124分鐘 夠不夠猴呢? 我覺得真的不夠猴了 看慣了現在下下都兩個半三個小時的電影 兩個小時來說真的一下子就過了 經過了Spider-Man No Way Home之後 我覺得的確是比Marvel偉大了一個胃口 加上預告有X教授的出現 入場之前對他的彩蛋的期望是十分之高的 而在這套電影裡面 他在服侍觀眾的彩蛋和角色主線的發展 都拿到一個非常好的平衡 他作為Marvel宇宙第四階段的電影 他都融合了很多他新出的劇集 有一些小細節是需要看到劇集才會明白 不過他電影做到一些 深入淺出了一些劇集的劇情 就算沒看到劇集也未至於看不明白 那我就說到這裡了 如果你們有些什麼想法 歡迎在鬼的post 留言分享一下 拜拜